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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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清晨 烟雨黄昏 尽是温柔 少年 戎装 痴呈 星辰入梦 眼神温暖 堅定 慢笑腐舍 是一段风花 一直留下 默然挥手 冬天 雪花飘落的季节 你怀中却似春天 花枪布满了时间 凉春耗尽如夏天 树荫遮住了眷戀 庆幸与你在秋天 青春绵绵散落 一片片 情谦谦 检浮 请他吧 你想干什么 我要是不派人盯着你呢 你早就淹死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 是谁害你吗 你跟我说 你跟我走 去见一个人 你应该见见他 关门 您那好 谢谢 卖报 卖报 谢谢啊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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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自己饿死 我是饿得不行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为了自己女儿的虔诚 甘愿付出生命 只可惜啊 这崔莲凤畏罪自杀 您那位本事不大 脾气却不小到宝贝女儿 也被木工赶出了木匠 莫婉婷 应该是在上海 到香港的轮船上 可是在她上船的时候 却被人故意推进海里 你说这个事儿 会是谁做的呢 谁 婉婷她怎么样 别着急别着急啊 算她命大 被民团的兄弟给救了 这木家对外公布 催连凤暴病而亡 至于木婉婷的身世 至今绝口不提 除了木家的人 只有参与过沈讯的武 和徐伯军知道此事 你说 是谁会对落了难的姑娘 赶尽杀绝呢 徐伯军 他答应过我 说要把板亭 去进都军府去的 还说会亲自去提金 是啊 那是因为当年 穆婉婷的身份 并未暴露 徐伯军对付革命军 也需要木家的支持 有你没你啊 他都会去向木家提亲的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 穆婉婷的身份 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如果有新人 顺藤摸瓜地 查明了当时的真相 那对他来说 可是一个大危险啊 所以 当然会处置后患了 他耍我 他耍我 十年前你就应该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 他骗得了木志远 也骗过罗多军 你一个小小的帮会老板 算得了什么呀 好 好了 木婉婷落水受到了惊吓 我已经让军中的女眷 给她换了一身干衣服 而且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把木远航之死的真相告诉我 木婉婷我就可以给她安全地送往香港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不过 我也有一个要求 我要见婉婷 我想见见她 如你所愿 谢谢 谢谢 婉婷 等一下红尘和少君 约我去打桌球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 这段时间 家里发生的事挺多的 你就当放松放松 和我们一起去 我也不会打桌球 我就不去了 司令部还有些文件要看 我得过去一趟 好吧 那你要注意身体 早点回家休息 嗯 那我先走了 嗯 嘅Jean 探司令 能不能让我和婉婷 大多待一会儿 宛婷 婉婷 我听说了 谭司令要送你去香港 那离你第一次去 人生地不熟的 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对了 我那儿有几个朋友 我给他们写了封信 你去找他们 他们会照顾你的 不必了 我对你那些狐朋高友 没兴趣 婉婷 你是不是心里还怨我 怨你 我根本不是怨你 我是恨你 我恨你为什么突然出现 为什么害死我妈 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 我还不如一头淹死 算了一倒百了 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你得活着 对 我是没资格打你 我这一巴掌 是替你娘打的 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 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娘的性命 她是拼了自己的性命 才给你这条生路的 那我 那我能怎么办 我现在失去的一切 都是败你所赐 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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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不是个好父亲 我不是个好父亲 可是我今天见到你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 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 我都是为 为了你啊 你知道吗 我八戒徐渡君 为他做了很多坏事 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希望你能够 嫁到渡君府里去 可是到如今 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都完不回所有的一切 万婷 我只求你能够 好好地活着 为了你娘 为了我 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只有活着 才可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对 对 万婷 来 进来 来 快起来 地上梁 起来 对 万婷 你可能就要走了 能不能 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 不 不 你根本没资格当我爸爸 万婷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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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忠心却所逗非人 后悔吗 难道这就是人生 人生才是 就该冤毒服输 至少你还没死 你应该庆幸 这一切 我认了 你还有还手的机会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保证 送婉婷去香港 说到做到 好 大华银行57号 那个保险柜里 有你想要的东西 台司令 这是你要的东西 No ion 暗轻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 你吓我干嘛去了 我 怎么办 我下午看到沐婉婷在你车上 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能跟我提亲 不会是跟她有关吧 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 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 你笑什么 我又不傻 我藏谁也不能藏她呀 那你还想藏谁 不是 冻冻脑子 我都有你了 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 吃什么醋啊 那我也是个女人啊 我也会吃醋的 你至少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来 本来想等 事情更有把握 我再告诉你 但既然你看见了 我如果不说 你可能会乱想 到底怎么了 害死你哥哥的凶手 另有其人 十年前 徐伯军与罗都军 争夺伤害的控制权 露伤准因死中被劫了 他向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 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军交好 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 军情尽 Beginning 筑庭論的 当时慕之远在外地运货 孝夫人也是舅子先进 所以便答应了她 让她用慕家的码头来运弹药 包围整个码头 也就在那个时候 崔连峰来找了我 她说肚子里坏了我的骨肉 说只要我能够帮着 把慕少爷灭口了 那慕婉婷就可以回到慕家 如果将来她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 便成了慕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我当时虽然答应了她 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 谁知道没等我下手 徐伯君就动用火炮 开始轰炸码头了 然后把慕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 变成了看 啊 啊 啊 沐少爷 沐少爷 你当场身亡了 徐步进的副官 徐愿来找我 他说 罗都军经此一战 已经失去了势力 罗都军现在大势已去 只要你一口咬定 沐远航的死 就是他罗都军所为 我们徐都军 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 你可得想清楚了 我当时混了头 也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就答应了 在徐步军的手艺下 我趁乱进入了 已经被炸毁的仓库 找到了沐远航的尸首 并且在他的胸口 又拨了两枪 而且我把他的手表 向后拨了两个小时 也被他说 用权换了 就是这个 他想定要 把他继续 改变了 对 继续 你不要再搞 我 这一切 我 是我 我 所以 你 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 后来京市警察厅 在沐少爷的身上 发现了两处弹孔 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 是下午一点钟 而沐少爷的手表 却是因为轰炸 停在了下午三点钟 警察厅因此判断 轰炸是沐少爷死亡后 两小时以后发生的 最后这件案子 被判为罗渡军私票在线 徐伯军轰炸码头在后 罗渡军也因为私票杀人 而罪名得到了落实 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 所有头衔 而他的官职 也都被徐伯军给代替了 徐伯军也知道 如果你母亲帮助罗渡军 运来了弹药 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 陈王败寇一念之差 所以他抓住罗渡军 担尽良缺的机会 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 万卿 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 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 看 关于我哥哥的证物我都要看 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 是一个外国记者 在仓库对面 派黄埔江的时候留下的 他刚好记录了徐伯军 轰炸仓库时的情景 当时我怕节外生枝 所以就出钱 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 这也让我无意之中 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 沐远航死亡的时间 是下午一点钟 而他的手表 却停摆在三点钟 是被我调后了两小时 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判定沐远航 是在徐伯军轰炸之前 就被人四票杀害了 但是 现在这段交卷 刚好记录下了 徐伯军轰炸仓库的时候 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 正好赶上进港 我也调查过了 这个山东丸号 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 十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基本上都是下午一点钟左右 到达上海 这也可以充分证明沐远航 死亡的时间 徐伯军他正在轰炸仓库 这份交卷 被你保存在租借银行的保险箱 那十年 你应该知道他的分量 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 也不把他拿出来威胁徐伯军 保住自己的命呢 这一点 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 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 你就可以扳倒徐伯军 我告诉你 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 你做不到的 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 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军 徐伯军 我又能被骑掉 要不夸落 你不遮住 那不遮住 你不遮住 要不遮住 他也不遮住 那就好 如果扳倒了徐伯军 这儿就是我的地盘了 那慕婉婷还有可能回来 你难道不想再见到她吗 好 我可以答应你 反正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我出庭作证 这十年来 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 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 满轻 在徐伯军眼里 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妻子 他跟你爸爸交好 只不过是贪图沐家的财力 他就是个畜生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影响很大 我才一直犹豫 要不要告诉你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会知道真相 我还会替你讨违公道 傻瓜 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 我还会替你讨违公道 可他是徐伯军啊 你这是鸡蛋碰食的 我哪一场仗 不是险中求胜 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了吧 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 我是怕徐伯军起义心 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军 会牵连到我 会牵连到沐家 如果赢了 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 如果输了 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 你怎么会让我 安晴 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 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 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 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 所以你说的一辈子 是赢了才有一辈子 输了就没有了 对吗 我 如果这书莹要拿你的命去还 我宁愿不要 我 我一定会奔倒徐伯军 我也一定会向沐家提亲 说好了一辈子 一天都不会少 啊 干啥 干啥 红车约我打球我不奇怪 但是绍军 你向来不喜欢这些 这一次 怎么也跟着他来了 你住院期间 北京都闹翻了 咱们的几位副帅本来说好 要建立五省联军 但是 许不负捏着沐家的军饷不放 现在的五省联军 是貌合神力 眼看着革命军就要过长江了 咱们 还是一盘散杀 你是不是 要我劝劝我副帅 可以吗 你是不是 也劝不动我们家老爷子呀 算了 今天呀 我们不聊国家大事 我愿你们出来呢 也是为了庆祝你出院的 军想的是 就让老爷子们操心去吧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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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没事 今天有点累了 你这么晚回来 我有点担心 以后加班 我陪你 不用 明天早上上班 你不用等我了 我自己去 我先上去睡了 光耀哥哥 原谅我 我实在不知 该如何面对你 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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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扶生的船到了吗 没有啊 他们的博位还取消了 我刚刚打电话问过 福生的老板跟我说 现在有人 愿意以咱们七成的价格 给他们供货 所以 他们把咱们的订货单给取消了 还有啊 中午咱们有两个沙场 要到约定的供货商那里取棉花 可是 就被告知 棉花已经被人高价买走了 买主给的价格比咱们高出了三成 现在除非是咱们也提高收购价格 否则那些供货商 他宁愿是赔咱们违约金 那也不会给咱们供货的 高价买入低价售出 什么人会做这种配本的买卖 老爷 我听说是日本的商会结家的 日本商会 日本人不是在青岛做生意吗 怎么也跑上海来了 他们想到上海来做生意 连个招呼也不大 现在还这么高买低卖的 这不摆明了是坏规矩吗 他们恐怕不只是坏规矩 他们是想吃毒食 把对手斩进杀卷 爸 我说是坏规矩 我听牧管家都说了 我有一个办法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好 说试你的法子 现在日本人高买低卖 想抢我们的生意 依我看 我们不如放弃棉杀贸易 把生意都让给他们 你的意思是 以退为进 是 如果我们放弃棉杀贸易 那我们的客户自然会去找 价格最低的棉杀 那如果他们都买日本人的棉杀 那他们这高进低卖的把戏 还能玩多久 就算是金山银山 也耗尽了呀 问题是我们的工厂的停工啊 工厂停工的损失呢 可是巨大的 我们用不着停工 我们只是把生产出来的棉杀 先囤积起来 等他们的钱花完了 棉杀供应不上来了 我们就马上占领市场 反败为胜 是个不错的办法 可唯一的奉献是 我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撑多久啊 我相信他们撑不了多久 像他们这样烧钱占市场 肯定会节省一切内部开支 那必定会苛扣工人的工钱 之前在天津 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工人们引发了罢工 但天津是日族间 所以日本军队给平息下来了 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 在上海 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 文强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 发薪水了 发薪水了 快来拿薪水啊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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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 别抢 都有 对啊 怎么少十块啊 是啊是啊 怎么说二十应该是三十 怎么就给我们二十啊 刘管事 我们钱怎么少啊 我们说好的团级上的工资是三十块 怎么就给我们发了二十啊 给你的就拿着 就是啊 哪那么多废话 每一块钱都由我们自己用作 这少给我们十块钱 你说这十块钱 就是多少钱 哪能你想给我们 罚多少就罚多少呢 就是啊 公公干活去 不想把钱了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都不想干什么 穿圈术了 你是干什么你们的 别不见 怎么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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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杀手 杀人杀手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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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 公人们都已经罚工三天了 连仓库都被工人们锁了 棉侠交易根本就无法进行 之前因为穆家沙场停供 我们还临时借了很多担子 根本就没法交货 现在很多买主向我们打电话催货 有的还让我们补偿孙氏呢 穆家现在是以退为进 想给我们个恰马威 可以 开门 现在怎么办 帮我约一下穆之远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逼我们让步 既然如此 我想看看他的条件是什么 是 好 晚清 爸 您找我 快来 晚清 坐 晚清 你判断得不错 日本人果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们垮得比我想象的还快 可见对工人的剥削到了什么程度 真是多行不义 避自避 晚清 你没做过生意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我之前在日本就学完了经济学 后来又在东京的期货交易所实习过 所以像他们这种急功近利的手段 我见得太多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 要是忘了买卖的本质是赚钱 不愿意稳扎稳打的经营 那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你才二十岁 就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 我是十六岁的时候被大学特招的 晚清 这些事情为什么没告诉爸爸呢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 就不太好意思开口 来 晚清 坐过来 晚清 你是爸爸的女儿 怎么会是寄人篱下呢 爸爸知道 这些年欠你和妈妈的态度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的 爸爸现在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你是爸爸唯一的亲人 爸爸希望你能够帮穆家打理生意 穆家的将来 全靠你了 爸 你也仓劳大半辈子了 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是时候分担了 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可如果要是帮爸爸打理生意 要不要和光耀先通个气 你毕竟是光耀的私人秘书 我觉得我要是接手了穆家的生意 还是辞聚秘书的职位比较好 为什么 现在上海主事的是谭司令 爸 你也知道 徐都军一直对谭司令有防备 派光耀哥去当都办也是为了盯着他 那如果我接手了穆家的生意 难免会和谭司令经常打交道 我怕引起都军府的猜疑 这样的话 倒是让你两头为难了 所以不如我主动辞职 置身于他们的纷争之外 做生意嘛 就得不偏不倚 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啊 爸爸都没想到这一层 我身上流着爸爸的血 当然是跟您学的呀 那爸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想必日本商会的那个山下会长 现在正在往工部局 我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呢 爸爸留在家里呢 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 看来爸爸是已经有主意了 万青 如果让你来决定 你会怎么做 灵花成雨满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场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 一起 云露 云露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 的人世间 竟然好情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实现 看不清 策马与你高割 泪花成雨满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场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 一起云露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 的人世间 竟然好情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实现 看不清 怎么与你 怎么与你高割 怎么与你高割 是哪里 是哪里 还不错 是哪里